大家早 在周一啊 大家感觉到已经是个闷热的天气了 这礼拜二的白天的高温啊 会比昨天还要再高哦 所以要提醒您 水分的补充不能少 防晒工作也不能少 但还要注意另外一件事情 那昨天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到 天空当中的云层下午以后在山区发展起来 今天的话呢 可就会有局部的sapacho出现咯 所以啊 下午的时候在山区活动或者北部活动的朋友 要注意会有零星的sapacho出现 两天的时间在周二跟周三 但到了礼拜三的深夜到礼拜四的早上的时候 封面云带开始接近 北部东部有短暂性的降雨了 中部南部依然天气晴朗 但周四还有一点不同 南来北往天气不相同 因为呢 北部地区开始要转凉了 而这股的东北风的影响在周四开始 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都有东北风影响 往北走高温22度 但往南走可就有31度 南来北往温差大 在这个周秋假期 但礼拜四东北风增强还要注意的就是 风浪的部分会增大 接着来看到卫星云图了 台湾上空 天气晴 温度高 午后震雨山区 北部地区都容易会发展 北方的系统呢 还没有下来 所以呢 目前来看要到了明天的晚上的时候 封面云带才会开始逐渐接近我们台湾北部海面 不过这个微弱封面一通过之后 接着就是东北季风在礼拜四的时候会吹进来 那南边的台风系统呢 目前有两个台风 一个一号台风 另外一个二号台风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地面天气图了 地面图上先来注意到 滞留封面在今天晚上的时候会开始逐渐的出现 北方的高压系统还没下来 所以这滞留封面在这周三的白天还不会影响哦 预估大约到了礼拜三的深夜到礼拜四的时候 才会从台湾北部海面通过 也就是说东北季风会在礼拜四的时候开始吹了进来 那南边的系统一个就是二号台风 另外一个一号台风 一号台风未来会往北之后转偏东北的方向离去 强度的部分差不多现在在开始就要逐渐的减弱 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路径前世了 未来一号台风往北之后朝东北的方向走 强度部分会持续的减弱 因为海温不利于它发展 另外呢 二号台风的话就在菲律宾岛屿区附近 明后天就会减弱成为低气压 来看看今天的温度状况了 白天的温度状况都有地都是舒适 马祖的云层在中午以后开始逐渐增多 而台湾奔岛部分 北部会有三八喉 东半部早晚地形短暂雨 中南部的好天气之下日夜温差明显 小丁宁两件事情要提醒 西部外岛夜晚会有雾哦 行车注意 山区午后会有三八喉 山区活动的朋友要小心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